大家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张孟甫《每日一字》 这个竹,四竹的竹,兵竹的竹 我们先看他的楷书写法 点文化 里面两个人字 好,再一个长文化,一竹 好,这是楷书 稍微有一点点连续性 来看一下 这连续杆放进来 好,那要高一点也可以 但是就不要太重 好,那我们来看 连续可以更明显一点 这样再过来 好 那这里面呢,如果比较松的话 当然可以提高 好,尤其紧的话 带笔过来就不要那么高了 好,那我们说 继续来看 嗯,这个我们说可以省略 不要再勾 带过来 好,带上去 好,这种 好,那赵孟福呢,把这一点跟这个连成这样写法 好,那我们来给大家 好,我们省略 好,这中间变成三点 好,这中间变成三点 好,要连不连都没有关系 好,都有 都有 我们说,接下来给大家看这一种再过来 这可以拉高没关系 好,可以变成三点 好,不折了 好,变成三点 好,那我们再看 这种都算是 好,行而已 好,草树呢 这个竹的草树 就很特别 要记起来 竹 这样 好,这个是竹的草树 那我们要在这里特别介绍一下 它加三点水 我们说会变成 淬炼的淬 好,这个淬 可是这样子 一模一样的写法 我们说这个字 同时也可以当作燃 就是染 这是染字 染色的染 所以要特别注意 同样是这样写法 代表两个字 所以呢 在青字文里面就出现这样 所以那时候要当染后脆 医师好像也都通 所以呢 都 大家也都 有不同的版本来 讲 讲述这样 来留意一下 我们以后要留意下 我们薄衣开兼的 按照 。